能不能出一期爆打小鱼的视频 你这是把我往火坑上面推呀 你觉得凭我的本事能打得过小鱼吗 况且它还比我大 你可以用辣条炒饭吗 把辣条的辣油倒出来 这个窗你还可以啊 哪里想的 你确定这个辣油能炒饭是吧 那下回咱们来试一试啊 大兴你又帅了 那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 每天早上都被自己帅行 难道一个帅的人 就不配拥有一个完整的周末吗 大兴你买苹果手机 只要苹果不要手机 这个东西其实我现在就可以实现给你 只要苹果不要手机是吧 来 只要苹果不要手机 这苹果大不大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大兴 今天这期视频我又想捉死了 因为今天我决定又来整股一波上架 前段时间点的那个不要系列 唯一只有一个没有翻车 就是那个辣椒炒蛋 不要辣椒的 他炒了一大锅炒鸡蛋给我 所以说呢也完成了咱们视频里面的要求 没有翻车啊 那今天这条视频 我想在兰州拉面里面点他们的招牌 牛肉拉面 一份只要牛肉不要面 另外一份只要面不要牛肉 这期视频要拍出来 真的是要冒很大的风险 因为大家肯定都知道 兰州拉面里面的牛肉 都是特别薄的一片 所以说我本人也承受了非常大的心理压力 不过为了你们能够看得开心 所以说我决定今天还是来做一期这样的视频 那本期视频很简单 我只需要一万个点赞 应该不为过吧 毕竟冒这么大的风险 你只要牛肉 估计要被老板打死啊是吧 所以说朋友们 废话不多说 记得为我点赞 接着打开外卖平台搜索牛肉面 这里有两家兰州拉面 一个是卖11块9毛9 另外一份是卖12块 咱们在这个新店这里先点一份啊 11块8毛8 我们先备注 只要拉面 不要牛肉 我去还差两块钱配送啊 这什么商家啊 差两块钱买一杯可乐 老板你好 我不要牛肉 我只要面 谢谢老板 老板真帅 第一份点完咱们再点第二份啊 第二份还是承受了比较大的压力的 找一个稍微贵一点的吧 要不然真的可能会被打死啊 这里兰州拉面是11块9毛9 然后还有一个加料的拉面 19块9毛9 OK那咱们就点这一份 只要拉面不要牛肉 OK OK 这单也下完了20块钱 OK 等电话 看见没有 立马就接到电话了 你好 你好 我是中信证券 而我们能给股民呢提供更多的 打错了打错了 这个不是啊 看老板还是比较沉得住气的 那咱们再等一会儿啊 OK 又接到一个啊 这单肯定是了 喂 我不用拉面 你要牛肉 咱们说 就是你把你做的那个拉面的牛肉给我发过来就好了 我不要拉面 按19块钱的量给我来点牛肉就行好吧 9块钱那个不好做 要不你今天拌个小块牛肉 我拌个牛肉也可以 要不你拌杀了以后我直接给你 如果牛肉就不要拌 就是直接把前面的牛肉给你装过来就行啊 可以可以可以 凉拌一下也行 凉拌一下也行 就拌点牛肉吧 谢谢啊 嗯 好好 谢谢啊 又成功一单 老板一开始表现得非常的疑惑 你这个不要面那怎么吃啊 然后后面我给他讲了一番之后 老板无奈地答应了给我来一份凉拌牛肉 那另外一单 其实我直接去店里面了 所以说呢肯定是接不到电话了 那咱们就直接拿到外卖 再来看一下吧 两份都拿到了 而且最主要是我发现一个规律啊 就是我两次同时下单的时候 他们往往配送员都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们是自动抢单嘛 所以每次拿外卖的时候 外卖员眼神都是比较的诧异 为什么在两家店买同一份南州拉面 就很诧异 我也打开来看一下吧 先看看这个只要面不要肉的 买的可乐啊 4块多钱一瓶 它这个是汤面分离的 这个还是不错的 这一单好像也没有翻车哦 是没有牛肉的哈 这里没有牛肉啊 只有一个鸡蛋 加面 看汤里面有没有 拉面的汤真的是很香很香啊 没有 OK 那这么说来两单都没翻车 看看这个 只要牛肉不要拉面 果真 看到没有 这个老板还贴心的帮我用辣椒拌了一下 虽然说分量不多啊 但是还可以吧 大话也说回来了 一般咱们做这种视频 碰到没有翻车的时候 那很简单 采用一个互补的操作 就是哪个没有补哪个 你看这个没有牛肉是吧 你看这个没有面是吧 OK 把面加到牛肉里面 那不就是牛肉拉面了吗 怎么感觉我这个操作 好傻 你就是吃了没文化的亏 先把这个面加进来吧 哎呀 哦 加进来汤都要满了 然后还有一个蛋 蛋的话 咱们先放一边吧 这个汤可以先喝掉一点 要不然太满了 哦 然后把这个只要牛肉 不要面的加进去 我看到没有 这个也是纯牛肉啊 兄弟们 那合体之后呢 咱们又重新的得到了一份 牛肉拉面 不过这可是价值 30多块钱的拉面了 但是这个面 牛肉还是挺多的 我刚刚粗略数了一下 这个牛肉片 不低于20片 来朋友们 先给你们尝一口牛肉 怎么样 19块9的牛肉啊 好不好吃 感觉他用这个酱凉拌之后 味道真的 用某一个人的官方话语说就是 喵 是不是这样 OK 来尝一口面 外卖的面就真的跟之前买的那个包装拿着拉面味道不一样 这个面显得更劲道 而且汤更浓 这个汤的味道真的是超级好 面我吃完了 还剩下这么多牛肉 接下来就是纯吃牛肉的环节 感觉这是真的又被我解锁了一个性吃法 原来牛肉面加这么多牛肉 真的吃的超级爽 面吃完了 还有剩下那么多肉 那今天这期视频也算是第二次没有饭车 最后视频可以记录实测了 就是在不要系列里面 如果这朋友们 你们还有其他的奇思妙想 可以在屏幕下方给我留言 或者说发弹幕发时期都是可以的 那么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视频的所有内容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别忘记关注美食人拉这个账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别忘了你们的点赞 感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